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 肝如果好的话 那么你的生命可以是彩色的 那么肝如果不好的话 那么你的生命可以是黑白的 那么当然这个参数的是 因为它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线体 而且它有一些运作的一个机能 其实是关系很密切 我们有很多的一个系统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会来富裕 我们吃清淡一点 油少一点 那当然这个油的部分 我们也要特别留意 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用过氧 也就是不要用 那么一而再再而三 这样的一个氧 因为这样的氧 使用重复使用的这个油 它很容易跟空气结合 我们所谓的过氧化质 那么这个过氧化质 它对我们的身体血管的伤害 就会特别的明显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所避免的 那少盐少糖 这我们都知道 因为盐巴吃过量的话 也会很容易造成血管的一个硬化 那我们知道慢慢随着我们的年纪越增长 那我们身体的器官 就像一开始跟大家报告的 人的身体跟机器没有两样 它其实是要加以保养的 那么如何让它不要快速的老化 其实在我们的饮食当中是可以注意的 那么如果食用过多的盐分的话 它也很容易造成血管的一个硬化 那么它就快速的一个老化 那这个也不尽然是好事 那么糖 当然也是一样 糖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吃一些比较粗糙的 也就像精 太精致的东西 我们也不太喜欢 比如说以糖来讲的话 我们也希望 我们尽量吃的比较是黑糖啊 那么砂糖啊 像这一类的 那么细糖 我们就尽量的来少用了 那么另外就是四步 不加胃精不要煎炸 煎炸 尤其是炸 那么不吃肉 或者是我们说少吃肉 不吃化学色素的一个食品 像这个 那么当然这也是为了我们健康着想 那么胃精呢 现阶段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资讯 也比较普及了 因为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 健康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发现呢 大家已经都不再用胃精了 这是好事 那么在过去几年 其实有些人还会有这种观念 那在这里我们就是再重塑一下 尽量不吃这个胃精 那当然呢 它有所谓的中国餐馆症候群 那么这个也就是在欧美国家 甚至西方国家 过去有中国的一个餐馆 那么因为过去大家都会用这个胃精 那吃这个胃精以后呢 它很容易有口干舌造这样的一个现象 甚至呢造成身体的不舒服 所以呢才会有所谓的中国餐馆症候群 那么这也指的也就是胃精的一个副作用 一个弊端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大家 如果您家里呢还有胃精的 那我们先慢慢慢慢就要做改变了哦 事实上呢我们舌头这个味蕾 假使我们经常使用胃精或者不正确的饮食 那么它也会因为这样而有所改变 也就是它的一个敏感度会被我们破坏掉 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人都吃原味 他反而越吃 反而会越觉得很美味 因为味蕾它本来就是很棒的 可是却因为我们有不当的一些食材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那么反而让它失去它原有的一个 良好的一个品尝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那就会很可惜那我们少吃炸的 那是跟刚刚我们说有这个部分 烤啊炸因为对身体都比较不健康 那么不吃肉少吃肉 这个最大的原因呢现在因为污染太多了 我们知道在饲养的过程因为气候的变迁 我们发现了现代的人为了整个气候变迁 然后在整个抗生素的一个滥用 它会恶性的一个循环 因为希望我们这些养殖业 希望他们也能够健康的活着 所以就会不断的一些不当的使用抗生素 荷尔蒙剂 所以导致我们会发现普遍的一个污染就变得严重 那当然人的身体就是最终的一个终结者 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所以加上了现在的整个地球暖化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疾病呢 病毒的一个变化快速 所以我们就发现 所以它会有这种恶性循环的关系 所以加上这个环保救地球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在饮食的部分呢 它尽量就会变成呢 就是蔬食 轻食 或者是素食 都是为了健康的一个诉求 当然有的年轻人 他觉得他应当对地球有一份使命感 甚至他也为了爱地球 那么尽量让自己在这个部分呢 做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终归呢 我们就是希望 每一个人在饮食的部分 去着重他为了我们的健康 好 那么尽量就不要吃化学的 或者是肾素的食品 好 那么五多 当然就是纤维 高纤维的矿物质的 维生素 高钾 碱性 食物 那么这个当然都是为了我们生理的 基本运作机转所需要的 那么同时也是为了呢 让我们在这个高纤维这个部分呢 纤维素让它排便能够比较顺畅 那么很多部分 另外就是说 这个多吃一些碱性食物 就是为了希望我们的身体的 能够成为弱碱性的一个体质 弱碱性的体质 我们知道身体呢 它这个pH值如果7 它的以上呢就为碱性 那么如果在7点 在这个7.35 7以下 那么慢慢就变成是那个酸性 那么在7.35 它这个是最优质的 一个pH值的一个弱碱性的 最符合健康需求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呢 我们在食物的一个摄取 我们也都可以留意到这个部分 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健康 好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第二个要跟大家说 就是饮食的一个调配 那饮食的调配呢 在这里跟大家做报告的 就是我们可以引用呢 在传统医学里面呢 在传统医学里面呢很简单 但是呢 它呢 去探讨的话 它其实也很符合科学依据 甚至现代人的一个健康诉求的一个调配 也就是所谓的五种颜色的一个搭配 那五种颜色的搭配呢 当然就是青 次 黄 白 黑 在传统医学当中 它告诉我们 这五种颜色 它呢就是可以配合五行 那么可以入五脏 也就是说 在五种颜色的一个搭配当中呢 它却很自然的可以调理到我们身体的一个脏腑 那么符合我们的营养需求 健康的一个需求 那当然因为我们实际没有办法很细微的 来针对这样一个专题 给大家做一个参数 但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了在坊间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真理只有一个 没有中 西 古 金 这样的一个差别 有的呢就是角度上 或者用字浅词的不同 重点就是告诉我们 你透过这样的一个调配 它一样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 那么这个也是在我们很简单的 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呢 您可以注意到这个部分 那您也就可以达到 我们要让身体健康的一个诉求 那么绿色的它可以入肝 红色的入心 那么黄色的它可以入脾胃 那么这个白色入肺 黑色呢它可以入肾 那我们举简单的一个例子 像芝麻它的确 那么像这个黑豆 那么它是个入肾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高丽菜 过去呢日本人曾经把这个高丽菜 融ņ 那么我们今天